亲爱的弟兄们,我们一直都受到多玛孟森会长的个人榜样和圣职服务所启发。 最近,有人问几位执事,你最佩服孟森会长哪一点? 一位执事想到孟森会长小时候把玩具送给穷困的朋友。 另外一位执事提到孟森会长照顾自己智慧里的许多寡妇。 第三位执事说,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蒙召唤担任使徒,造福世界各地的人们。 接着,一位男青年说,我最佩服孟森会长的坚强见证。 的确,我们都感受到先知对救主耶稣基督的特别见证。 他承诺随时服从圣灵的提示。 孟森会长每次分享经验,都是在邀请我们更彻底地遵循福音, 要努力寻求和巩固我们的个人见证。 记得他在不久前的总会大会上,在这个讲台上说过, 如果要让自己坚强,抵挡住把我们拖往错误方向的一切势力, 我们就必须有自己的见证才行。 不论你是12岁或112岁,或是在这之间的某个岁数, 你们都可以亲自了解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实的。 虽然我今晚的信息主要是针对年龄, 接近12岁,不是112岁的人, 但是我所分享的原则适用于每个人。 为了呼应孟森会长的那段话, 我要问, 我们每个人是否都亲自知道福音是真实的? 我们是否能有自信地说, 我的见证确实是自己的? 我要再引诱孟森会长的话, 我要说, 对救主和他的福音有坚强的见证, 能保护你们不受受遭罪恶和邪恶的侵犯。 如果你们对这些事情还没有见证, 请采取必要的行动去获得见证。 拥有自己的见证对你们来说是很重要, 因为别人的见证对你们的帮助有限。 亲自了解耶稣基督的福, 复兴福音是真实的, 可以成为生命中最美好和喜悦的经验之一。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能需要仰赖其他人的见证, 就像青年战士一样, 他们说, 我们不怀疑我们的母亲知道这道理。 这是很好的起点, 但是我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进步。 如果要坚定地遵行福音, 最重要的就是获得和巩固自己的见证。 我们必须像阿尔玛一样能够说, 我确实知道这些事。 阿尔玛继续说, 你们认为我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是真的呢? 看啊, 我告诉你们, 这些都是神的神圣之灵向我显明的。 看啊, 我近时祷告了许多天, 以知道这些事。 现在我确实知道这些事都是真实的。 尼斐也像阿尔玛一样, 亲自认识了真理。 尼斐听到他父亲诉说自己的许多灵性经验之后, 他想要知道父亲知道的事。 这不只是单纯的好奇心, 他如计如渴地想知道这些事。 虽然他非常年轻, 但却非常渴望知道神的奥秘。 他渴望借着圣灵的力量, 看到、听到和知道这些事。 尼斐坐着在心中沉思的时候, 被灵带到一座极高的山上。 灵在那里问他, 你想要什么? 他的回答很简单。 我想看我父亲看到的事。 由于他全心相信, 而且勤奋寻求, 因此蒙福得到了一个奇妙的经验。 他获得见证, 看到救主耶稣基督, 即将出生, 他的一生, 并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看到摩尔门亲在末世问世 和福音的复兴, 这些都是因为他衷心渴望 亲自指导。 先知约瑟斯密和尼斐有类似的情况, 也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 对灵性真理陷入了认真的思考。 这段时间让约瑟感到 极大的不安, 因为他周遭的宗教信息都互相矛盾 和令人困惑。 他想要知道哪个教会才是对的。 圣经里的这段话启发了他,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神, 因此他主动寻求答案。 在1820年春天一个美丽的早晨, 他走进一片树林跪下祈祷。 由于约瑟有信心, 也因为神要给他一项特别的施工, 所以他看见了荣耀的意象, 看到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亲自知道他应该做什么。 各位从约瑟的经验中是否看出了一种模式, 让你可以加以应用来获得和巩固自己的见证呢? 约瑟让经文深入自己的心中, 他深思经文, 然后套用在自己的情况中。 之后他根据所学到的采取行动, 因此得到荣耀的第四意象, 以及随后发生的一切。 本教会所赖以奠基的原则, 的确就是任何人, 包括14岁的农家子弟, 都可以求问神, 并获得祈祷的答复。 我们常听到教会成员说, 自己对福音的见证是他们最珍惜的资产。 见证是神透过圣灵的力量赐给我们的一项神圣恩赐。 就是我们在研读、祈祷、遵行福音之后, 所获得的那种平静、坚定不移的确定感。 也是感受到圣灵向我们的灵魂证实, 我们所学习和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有些人在谈到见证的时候, 说见证好像电灯开关一样, 不是打开就是关上, 不是有见证就是没见证。 事实上, 见证比较像是一棵树, 需要经过不同阶段的成长和发展。 美国西部的红木国家公园中 长着地球上最高的一些树木, 站在这些参天大树下的脚下, 很难想象每棵大树都是从一棵小种子长成的。 见证也是这样, 见证虽然可能是从单一的灵性经验开始, 但是它们会随着时间以及不断地滋养和时常获得的灵性经验, 而逐渐成长茁壮。 所以先知阿尔玛用种子长成大树来说明我们该如何培养见证, 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说,如果你们让出地方使种子能种在你们心中, 看啊,如果那是一粒真正的种子, 或是一粒好种子, 如果你们不用自己的不相信把种子挤出去, 种子必开始在你们心中膨胀, 你们感觉这些膨胀运动时, 就会开始在心里说, 这一定是良好的种子, 或良好的化, 因为它开始扩大我的灵魂, 是的, 它开始启发我的悟性, 是的, 它开始使我快乐。 这往往是见证开始的方式, 得到神圣受启发和确定的感觉, 向我们写明神的话是真实的。 这些感觉虽然美好, 但只是开始而已, 让见证成长的工作尚未完成, 就像红木种子发芽破土而出一样, 才刚开始成长的, 才刚开始成长而已, 如果我们忽视或疏忽一开始的灵性提示, 如果我们不继续研读经文, 祈祷和寻求更多感受圣灵的经验来滋养见证, 那么我们的感觉就会逐渐消失, 见证也会减弱。 就像阿尔玛所说的, 如果你们疏忽那棵树, 没有想到要加以培植, 看啊, 它就一点也不生根, 因为没有根, 太阳的热气一晒, 树就枯萎了, 于是你们就把树拔起来丢掉。 在多数的例子当中, 见证成长的方式和树长大的方式一样, 会因为我们持续地照顾和勤奋努力而逐渐几乎是不知不觉地成长。 阿尔玛应许, 但是如果你们培植神的话, 是的, 在那树开始成长的时候, 就凭信心, 努力和耐心加以培植, 盼望树上的果子, 那树一定生根, 看啊, 一定会长成一棵永恒生命的树。 我自己的见证在我研读和沉思摩尔门经中的教导时开始成长。 我曾跪下来谦卑地求问神, 而圣灵向我的灵魂见证, 我所读的一切是真实的。 这像早期的见证促成了我获得对其他许多福音真理的见证, 因为就像蒙森会长所教导的, 我们若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 接着便会知道约瑟斯密的确是先知, 他却曾看见永恒的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也会知道福音已经在这后期时代经由约瑟斯密复兴了, 包括亚伦圣旨和麦基奇德圣旨的复兴。 从那天以后, 我获得了许多与圣灵有关的神圣经验, 圣灵再度向我确证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是真实的。 我可以和阿尔玛一样确定地说, 我确实知道这些事。 各位年轻朋友, 就是现在, 今天就是时候, 要亲自学习或再度确认福音是真实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 如果要完成那项工作, 保护自己不受到自古至今看来都存在的诱惑, 我们就必须拥有像阿尔玛, 尼腓和少年约瑟斯密那样的信心, 去获得和培养自己的见证。 我和之前提到的那位指示一样, 也很佩服孟森会长的见证。 他的见证就像餐天红幕一样, 但是就连孟森会长的见证, 也是今年累月才成长茁壮。 就像孟森会长一样, 我们可以亲自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世界的救赎主。 约瑟斯密是复兴福音的先知, 其中包括复兴了神的圣旨。 我们持有那项神圣旨, 愿我们都能学习这些事情, 并亲自知道这些事, 我将谦卑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